放心不是不歸路 是康庄大盜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如果不借助這些新制圖平台的網站 另外一條路會用到GPT 不管你是用ChatGPT還是用Copilot 我們先來試試看ChatGPT 請各位瀏覽器登入你的ChatGPT C-H-A-E-G-P-T 到這一個網站 然後你第一次使用的話 你要登入你的Google帳號就可以 就可以進來這裡 在場應該沒有人是第一次 應該都用過了 就進來這個網站 那ChatGPT 自從GPT4O發布之後 它又開放了很多功能 以往沒有開放這個叫做GPT-S 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們就在這邊直接問 然後有一個關鍵是叫做Markdown 就是如果你用GPT來直接產新制圖的話 我們會有這個關鍵字你要稍微了解 Markdown格式就是新制圖的程式 當然你不用寫程式 它會幫你轉成這種格式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需求 你可以直接在GPT上面要求幫你成名程式 然後請你轉成Markdown格式 它就會把這個東西給弄出來 弄出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 可以匯入Markdown的這種地方 比如說MiniPT 或是我們剛早上裝的新版XMine那邊 就可以直接匯入 就可以產生XMine 那我做一次給這個看 現在我們假設是用GPT 現在我不用GTS 我直接用問答的方式 請你幫我整理 超速學習的重點概要 超速學習的重點概要 並且轉成Markdown格式 好就這樣 你也可以分段 你叫它先整理重點概要 然後你看著覺得合適 它講的對了 不需要修正了 你才叫它轉Markdown 所以分開也可以 好那現在它直接幫我做整理 整理完之後呢 它應該會直接產生那個Markdown的格式 沒有啊 好笨 好 沒關係 再來一次 有時候它那個 錄線盲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在用 所以有時候你一次問不出來 對 我有開那個角色卡 所以 我先暫停一下 我先把我的角色卡關掉 這個是角色卡 那天有講 我把它關掉 它才會回到一般正 好一般正 然後 然後 我先聽 行為分數 請你幫我再要超速學習的重點 並且幫我轉成Markdown格式 好現在就是用正常的溝通方式 沒有講正常的溝通方式 好 單獨一個指定 好它轉的話 好 這個就是它 那個新制圖那種 那種 那種東西 它們用的起層次的方式 所以它有那個 緊緊 寫號 那個就是層次 層次 層次不同的部分 你等它跑完 好 跑完 跑完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附近層次 就是點一下附近 那我們早上有裝那個 新版的 欸什麼 這邊 對 新版的 旧版的沒有這個功能 對 所以你新版的打開之後 隨便 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在檔案這邊 這三條槓 檔案 檔案這邊 這裡有一個匯入 markdown 檔案的匯入裡面有一個markdown格式 那你就點一下markdown格式 然後呢 它就要提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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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剛剛的東西貼進去 就是新增文字檔文件 那看這邊能不能直接抓得到 檔案退入 Nockdown 然後叫你找文件對不對 我們剛剛沒有去取那個副檔名名 所以我用信號 我打信號就可以找到全部的副檔名 什麼都不用選了 就剛剛是這個新增文字檔文件 有了 如果你要去存那個檔名 就要點md也可以 因為那個Mockdown的格式 它的副檔名就是給人 然後他就幫你做好了 這套也是 這個方式也是Range 這個方式也是Range 所以如果你不想去花一點點錢 去訂剛那些網站 那你就用 多轉一手 多轉一手 可以選進 那這邊就一樣可以處理 Xmine 所以第一步 第一步 先問你要的姿勢整理好 第二步 請他轉成Mockdown的格式 然後你就把這個東西 存成一個 成文字檔 下載回來 去開一個 隨便一個成文字檔 然後呢 在新版本的 Xmine這邊 去開一個 檔案 檔案 會入 Markdown 然後把那個檔案選起來 就搞定了 各位列情下落 這個是 免錢的人 有免錢的做法 節省是一種免錢 是不是多轉兩手 然後另外有一個關鍵是叫Mermade 然後另外有一個關鍵是叫Mermade 那個Mermade 我們看怎麼用 就是 比較沒那麼通用 但是還是有什麼用 還是有什麼用 Copilot也是一樣的用法 Copilot也是一樣 反正重點就是 把你整理好的東西 請他轉為Mermade Mermade 上格數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的文件 你可以把那個文字 或者PDF 現在TrackGPT可以讀PDF 所以你就把PDF直接掛進去 請他幫你 出動 然後轉成Mermade 上去 這樣也可以 可以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 有錢都不是問題 人生就是這樣 沒有錢處處是問題 有錢就不是問題 有時候錢能解決的事 真的就是最常的事 像我前幾天 就是這個月 把那個大嶼的模型 我們本地下載MSG升級 那個模型一個樣六七 光是下載回來 我用手機 我去睡覺 下載了整個晚上到早上起來 還沒下載完 我想測一個空氣都要弄好幾天 算了 一定不是行 買一個 然後升級的護網 所以拉了那個 台灣護網之後 這個模型 一按下去 好了 就馬上就可以正式 那個人生不曉得有多快樂 你剛剛存的是存文字檔 不管你是 什麼形式 什麼護檔名的存文字檔 反正如果你看不到 你在搜尋的時候 你就加個新號 然後打一下Enter 它就不會 中學那個專有格式 它就什麼格式都給你看 你就可以去找到你的文字檔 然後把它匯入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你就知道 我們這些 專門講研究的人 有時候去找工具 就是這樣一直測試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導入的功能 好 我就換一套 找找看有沒有找入的功能 這個也不行 就這樣找來找去 最終你會找到一個 可能還能用的 然後時代越來越進步 你就會發現 其中這樣公民的東西 就越來越多 選擇性就會越多 那這時候你就要挑 哪一個比較好的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可能會很 客難的方式去提供 但是到後期 因為功能太好用 很多軟體都會 都會開發面積 這時候我們要選擇 哪一個比較好的面積 對 但是這件事情 如果上個禮拜就讓我們發現 我就不會花那個錢 所以就是 有時候學新的東西 你就需要知道 哪些新的關鍵字 那個關鍵字 你知道那個關鍵字之後 你就可以 跟著後面找到很多 可以用的東西 你再去那邊 就想說 你再去那邊 你再去那邊 那個關鍵字